起司的历史 起司是一种古老的食物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中东和地中海地区 古代人们开始将牛奶发酵制作成固体食物 这就是起司的起源 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起司制作方法和风味 起司的制作过程 牛奶的收集 起司的制作始于新鲜的牛奶 不同的起司可能使用不同种类的牛奶 包括牛奶、羊奶或山羊奶 发酵、添加细菌、酵母或酵素 使牛奶发酵形成凝固的物质 这是起司形成的基本过程 凝固和切割 一旦牛奶凝固 制作人将其切成小块 使乳清和固体部分分离 加工和压榨 将凝固的起司进一步处理 通常需要加入盐和其他调味料 然后起司被压榨以去除多余的一体 陈化 起司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化 这使得其风味更加丰富 陈化的时间长短会影响起司的质地和风味 起司的分类 软质起司如布里、卡玛比尔、蓝纹芝士等 质地较软且湿润 硬质起司如帕马森、切达、格吕耶尔 质地较坚硬且通常经过长时间的陈化 半硬质起司如莫扎瑞拉、埃德姆、莲花甘洛 介于软质和硬质之间 研自起司如贝尔西文、法国养奶甘洛 通常被保存在盐水中 起司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 法国起司 法国以其丰富的起司传统而闻名 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的起司 意大利起司 意大利以莫扎瑞拉、帕马森等起司种类而闻名 这些起司常用于制作意大利美食 越是奶酪、越是以其独特的乳酪 如爱门塔尔、格吕耶尔等而闻名 这些奶酪被广泛用于火锅和芝士火锅 起司的文化活动 起司节 一些地区庆祝起司节 通常包括品酒 品尝各种起司和举办相关文化活动 起司品酒会 类似于葡萄酒品酒会 人们参与起司品酒会 品尝不同种类的起司 并了解其风味、节语 起司作为一种古老而多样的食物 深受全球各地的人们喜爱 它的制作过程和种类多样 每一种起司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历史 虽然目前没有国际起司爱好者日的官方活动 但起司爱好者仍然可以透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 品尝美味的起司 来表达对这个美味食材的热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